我們要問OneNote其實不是只有我的課程 那麼最重要就是它上面就有很多有公開的課程跟群組 那麼您可以從發現裡面 我們剛剛一進這個平台就是在這邊 那麼您進到這邊之後呢 它有先做幾個分類 上面是最新發佈的 下面是不是有一些分類 那你在這邊也會不小心看到我的 我的還蠻多的 有一些公開的課程在這邊 那除了這裡以外 如果你要更多就可以從這邊點進去 當然你也可以用搜尋的 也可以用搜尋的齁 所以你看比如說你想要看這個 Excel的VVA的 我們點進來 這個我好像有訂閱 我用另外一個我沒有訂閱的 這位老師的 我應該沒有訂閱 好 那你看一下齁 這邊你可以直接點進來就直接看 因為課程就是以教材為主 以教材為主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 搜集了很多的YouTube的內容 搜集了YouTube的內容 你就直接看 那有沒有訂閱是差在哪裡 沒有訂閱單純看而已 有訂閱你可以做筆記 而且它會幫你紀錄你看過哪裡 就是我們講的學習紀錄 學習紀錄部分 所以如果今天我有訂閱了 你看我把它訂閱 訂閱之後有沒有發現 界面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你進到同樣一個教材裡面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已經像我們剛剛一樣的 直線運動時間 右手邊 右手邊是不是有筆記的功能 對 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訂閱的時候 它很單純 就是只有看教材 就只有看教材 沒有任何的互動 那麼我有看過之後呢 又會差在哪裡 你看喔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如果我有看過 它上面有告訴你說 你看過的情形 而且有沒有發現人在跑了 當我下次再進來看的時候 它會從你上次看過的 繼續再繼續 繼續播放下去 這樣了解嗎 如果影片體的話 它就可以幫你做這些紀錄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這個是第一個 你如果去看別人的課程 如果真的老師有興趣的人 就可以用訂閱的 這樣比較方便 那麼相對的 如果是群組的話呢 就比較屬於是 有班級經營的部分 那一樣的 這邊就沒有分類太多 但是 您可以找我的名字 應該就會找到很多 因為我大部分上課 我都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這樣有看到一堆 76個而已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其實您到我的部落格 會看到更多 我部落格上有一個 OneNote翻轉學議區 因為我去年有幫他們做了 一系列的教學影片 所以你往下走 我有公開的群組 跟公開的 我這邊都有連結 然後呢 也有開放的課程 那教學影片在下面 老師要選擇很多齁 這個感覺 我如果沒有加那麼多地方 呵呵 它如果自己現場會的 也不用來找我吧 呵呵 那就是我們就像這樣子 從怎麼註冊 然後呢 學生怎麼學習 再來老師怎麼備課 有沒有 像這邊 還有班級怎麼經營 最後 用一段時間之後 就需要高招 對不對 高手過招的 有一些小技巧 你可以使用 那麼我們在這邊的話呢 像在這邊剛剛有提到產生代碼 像這個字幕啊 您看到我這邊的這個字幕 給您看一下 這裡 有字幕 OneNote的群組功能 與班級概念相同 可以讓你與同學 有更多互動的機會 老師知道我字幕怎麼做的嗎 用speech note 當然啊 我影片錄好了 然後就又播出來 叫他自動幫我辨識就好了 以前我們字幕通常是先 稿寫好 你再跟著念嘛 但是這樣不自然 所以我是先錄好影片之後 我就錄影片給那個 語音辨識聽 他如果聽不懂 我就可以再放一次 我不用重講一次 這樣瞭解齁 呵呵 這樣有沒有偷懶到極致 所以 因為有字幕 有時候我們再更換比較方便嘛 對不對 比如說你如果是簡體的啊 他就可以自己換啊 所以 這邊是我 嘗試用這種字幕 搭配語音辨識 就比較方便 學習統計 了解同學的學習差異 因為你要這樣一個一個字 打出來也要時間嘛 呵呵 所以 還不錯吧 用這種方式 那最主要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有這些資源 那您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那麼 我有一些經驗分享的 我在 OneNote上 在部落格上 有寫很多文章 是跟這些相關的 就是您可以做個參考 這樣OK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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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